拜登講的是政治語言 不需要太認真 以鴻海的投資來講 其實幸好鴻海沒有把錢砸進去 鴻海那個時候如果真的100一下下去 你就很難想像鴻海現在虧損有多多嚴重 他當初砸下去的是10.5代的面板廠 大家注意到最近鴻海在日本的借工廠 那個是全球最先進的10代廠 10代廠虧得一塌糊塗 現在都已經準備要收了 10.5代廠會是怎麼樣的下場 因為當初那是10.5代的面板廠的規劃 10代廠跟2017年 那個時工環境真的差非常多 在當時鴻海剛在買Shop的時候 一切風發Shop的轉轉歸為 大家都覺得Shop活過來 日本也是一片的興高采烈 可是Shop現在又下去了 就是面板本身是高風險的產業 所以鴻海在當初是在那個條件下面 以及在當時共和黨在主政 威斯康辛州10張選舉人票 他不是只有威斯康辛州 上一次拜登在威斯康辛州 贏川普拜登是49.4的得票率 川普是48.6的得票率 其實兩根就差0.8 但是因為那0.8 威斯康辛州的10張選舉人票 不只是威斯康辛州 他會牽動到旁邊 最近很紅的像是密西根州 或者說明尼蘇蘇達州 這幾個州五大湖區的周圍 他有他的聯動性 所以今天看了拜登 用消費性的講法在嘲諷鴻海 好像今天他無非在告訴你說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亞利桑那州 你有沒有看到亞利桑那州 台積電的廠 我弄來的 亞利桑那州也是搖擺州 威斯康辛州也是搖擺州 他除了告訴你 美國政治到了選舉的時候 這一州會得到什麼 那一州會得到什麼 跟你這幾州 本身的政黨屬性是有關的 所以拜登把重點擺在 擺在就是說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 這個是我的地盤 亞利桑那州的變天 威斯康辛州無論如何 不能夠再讓他變回去 因為這一次的選舉 兩個人的選舉人票會很接近 10張選舉人票看起來 只是538張選舉人票的 一小部分而已 可是他是個起手士 真正最後會影響到 兩個人輸贏的 我估計大概也就是 20 30張選舉人票之間的差距 所以拜登今天是一個選舉人 是一個選舉動作 跟鴻海的判斷是沒有關係的 鴻海我認為 幸好他沒有把錢丟進去 李委員的講法我覺得還是台灣典型的那種自問自答的講法 我們把剛剛的幾條的新聞擺在一起看 邱國鎮有點在嚇唬王鴻威嚇唬一些立地法委員的味道 覺得你們去可能會有危險這裡看著辦 我想對那個地方地緣稍微有點了解 美國的演習 美飛的軍演 距離太平島還遠得很 你連仁愛交路碰不到 還碰到太平島不要鬧 在太平島的周圍的 今天解放軍 中國大陸三個人 人工島 每個人工島都是太平島10倍以上的規模 它的美濟礁 它的永屬礁 它的儲壁礁 三個島就剛好把太平島包在中間 坦白講 要不要讓台灣的立法委員 或者台灣的領導人去太平島 是北京在決定的 跟美國跟菲律賓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邱國鎮也不需要用當地的情勢來嚇唬立委 台灣的立委也沒有這麼笨 第二個就是 美國現在內燒的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 我說台灣海峽 本來它就有自由通過的權利 可是台灣海峽的法律定義 北京方面來講 最近這兩年的時間 它最大的改變就是 改變了台灣海峽的法律定義 要小心你可以通過 但是必須無害通過 換句話說 如果你以為今天任何美國的 美國的就是說有武裝的船隻 經過這個地方就表示它捍衛台灣的決心 北京摸摸鼻子就認了錯 北京現在對台灣海峽定義 你看到M03航線都已經開了 你看到解放軍的軍機 常態性的越過海峽中線 台灣要如何去應對這種的趨勢 這是民進黨或者是賴清德要有的智慧 我個人建議台灣應該主動的加入M03航線 台灣不應該把M03航線當作是一條 北京的上海飛航情報區專屬的航線 台灣有很多航線可以飛出去穿過中線之後 對接M03南南北飛 這個對兩岸之間和平會有大幫助 再來就是台灣飛馬祖 台灣飛又要飛金門 以後就是這條航線應該相對是開放的 不應該再需要兩岸之間直航都要繞飛 那個台灣海峽相對的非軍事化 對台灣是有利的 這一艘的驅逐艦經過 你有沒有算過美國今年 現在已經人間五月天 美國今年到底有幾艘的驅逐艦穿過台灣海峽 已經非常少了 台灣美國的驅逐艦經過台灣海峽 年年創新低 去年只剩下四艘 四次 過去我常開玩笑講說 美國每個月來一次像月經一樣 現在都已經快停經了 大家都還為他好不容易來一次 好像很高興 拜託他已經更年期了 他已經要停經了 這有什麼好拿出來講的呢 好像走過一次之後他好像又回來了 煩惱還童又回春了 不可能的事情 美國在這個地方 台灣海峽到底誰帶台灣海峽 說了算 他終究是實力原則 美國如果你有實力那就進來 如果你沒有實力你就出去 話講多了都沒有用 用喊口號的不管是 不管是印太司令喊口號 太平洋的艦隊司令都沒有用 它是實力原則 美國在這個地方正在慢慢的退出去 是事實 好 菲律賓的角色 菲律賓當然他自己選的 美國現在挑菲律賓是因為整個第一島鏈 只剩下菲律賓了 韓國 日本 中國 5月26號 中日韓三國的首腦會 人家都要開首腦會了 誰跟你玩呢 韓國的影席院現在都已經跛腳了 他還能跟你玩嗎 日本的岸田文雄 現在是要百分之二十幾的民調 你看到五一長假的時候 大陸客把日本把韓國又塞爆了 你認為日本跟韓國是怎麼想這件事情的 相反的菲律賓是整個第一島鏈當中 最莫名其妙的一個 同樣的五一的長假 你看到新加坡也好 泰國也好 印尼馬來西亞的觀光客 比去年同期到大陸都成長兩倍以上 大陸的大陸客也讓了大量的進來 唯獨菲律賓是冷冷清清清的 菲律賓的特色是 他跟著美國走沒有意見 可是他是東盟裡面最特別的一個 今天大陸方面在台灣海峽 所有的 我說我們不用自說自化 有很多的海外的團體到台灣來OK的 可是那是對台灣的支持 明天聯合國要投票 聯合國193個會員國裡面 有142個已經承認 巴勒斯坦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請問你聯合國裡面 會有哪一個國家出來說 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剩下台灣的邦交國的那幾個了 只會越來越少而已 吳釗燮呢連立陶宛呢都搞不定 我說在立陶宛的酒我們也喝了 錢他也拿了 立陶宛也跑了 吳釗燮為什麼還活著呢 我覺得台灣民眾黨要上街 也不是壞事情 因為台灣民眾黨 從這個立法院的會期開議來 總體來講我認為台灣民眾黨的表現不好 仍然在一個比較混亂的狀態 就是還沒有把一個作為第三大政黨 尤其跟國民黨呢 可以呢連手成為就是說呢 國會的多數黨的那個關鍵少數的 那個關鍵的特性呢表現出來 再加上地方選舉補選 全力的投入 但是也都輸 再加上柯文哲的這個所謂的三個案子 這個大概都有一點 把台灣民眾黨給困住的味道 困住如果說繼續按照這個調子 再繼續走下去 台灣民眾黨的那種的存在感 它的主體性會越來越弱 我認為519上街除了展現 台灣民眾黨仍然是團結的 就是 柯文哲教大家都還是可以一起行動 這個對於黨本身的那個團結的印象是重要的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是沖洗嘛 沖沖洗 就是最近太衰了 太衰了之後 你所要做點什麼沖沖洗 沖洗有沒有是 沖洗絕大部分是心理因素 就是讓他覺得說想要轉個手機轉轉運 519我認為就是換個手機轉轉運 可是有一些 是屬於本質面的問題 我覺得就應該要嚴肅討論 譬如說柯文哲的這三個案子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純粹就只是做一個台北市民 我在旁邊看著 這三個案子 也不要單純的說一定有事 或者一定沒有事 我們回到問題的本質 就是這三個案子 今天大家如果覺得裡面可疑 覺得裡面有不合理 不要說人謀不張 可疑 那個懷疑有沒有道理 我認為有道理 有道理 我們就針對有道理的部分 去好好的討論 可以講清楚的 就把它講清楚就好了 作為一個像台北市這種的都會區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財富基本上面 大家都相信 財富是不會憑空創造的 那個觀點是錯的 財富是可以憑空創造的 財富的憑空創造就在容積率上面 容積率是唯一可以憑空創造的財富 就是我本來給你100 就是100 可是我突然給你200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沒損失 可是你就變了200 那個財富就突然多了 它裡面可以玩的學問非常多 所以今天大家在討論容積率的時候 在質疑的時候 大家就是就是論事 見招 拆招 講清楚 不要讓任何的地方或者政治人物 在玩這種一般老百姓 感覺不到的容積率 可是巨大的財富都在裡面 最後我提醒就是 我認為柯文哲不要擋了 陳沛琪的從政之路 我覺得當然柯文哲會覺得 大家都想像力太太豐富 我認為配偶 婦女 只要不甘症 不亂症 從政為什麼不可以 希拉蕊可以 其實在民進黨裡面 夫妻黨也很多 換掉說只有意願的問題 沒有可不可以的問題 不要害羞 就是如果真的陳沛琪有這種天分 何況陳沛琪本身 他大部分的表現 都不是在他醫生的職位上面 都是在跟柯文哲有關的政治議題 跟政治職位上面 陳沛琪其實是有天分的 不要埋摸他的天分 這個 夏龍怎麼看 當然這種屬於 屬於NCC的層面 因為NCC的權力 其實是超乎大家想像 現在我們慢慢懂 其實西方國家 他在進行某些的 所謂的認知作戰的時候 他不希望你參與 不希望你知道的事情 他就努力不讓你知道 就讓各種的訊息 沒有機會到你身邊 NCC本身他間接的 因為他對媒體的權力 非常非常大 沒有一個 甚至於比央行 對於任何的行戶的權力 都還大 我們過去知道 金管會 央行 如果說把一家銀行的老闆叫過來 那個銀行的老闆 是絕對不會講第二句話 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馬上回去就乖乖照著做 NCC的權力幾乎一樣 可是我們在強調 說媒體的自由度的時候 我們不會意識到 NCC透過對媒體的 這種的管控跟前置 讓媒體的生態 其實被洗得乾乾淨淨淨 我們今天看到的媒體的生態 如果因為Cable在台灣的比例很高 你看到Cable的新聞台 之所以是這種的排列 之所以是這種的比例 NCC是你們關鍵的因素 誰掌握了執政權的時候 他也掌握了NNCC NCC的委員的工具化 他讓今天的NCC 基本上面他就是經過了某種包裝的 特定意識形態服務的打手 就是現在的NCC 台灣如果說現在的在野黨 包括民眾黨 如果不能夠對NCC形成共同的看法 處理NCC的定位問題 你的苦頭是吃不完的 在媒體當中來講 你永遠會居於弱勢 或許大家今天才感覺 什麼NCC還會管到手機 他當然管得到 NCC如果說讓一支手機 沒有通過審查的時候 管你叫做什麼機 你都落不了地的 就譬如說華為 就是當我沒有審查通過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家電信業者 能跟他合作 沒有電線的跟你合作 你就發現你要連買APP都買不到 你即使買一支手機進來 沒有辦法在本地落地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使用 它的商店的系統 你可以有訊號可以撥打 但是沒有辦法使用它的軟體 你連APP都買不到 所以NCC的權力之大 將來甚至於像電動車 你電動車進來了之後 所有的自動駕駛 將來都會牽涉到NCC的權力 所以今天的在野黨 如果不趁著這個機會 大家好好的坐下來 針對NCC的問題 有一個定調性的處理的方式 正本清源的解決 台灣現在的媒體跟資訊的管控 之後你要再去跟民進黨 在所謂的認知作戰當中 去對抗的時候 你是吃虧吃不完的 基本上就是說媒體是監督政府的 你現在這麼會搞個機構出來 來監督媒體 媒體就有寒蟬效應 當然 而且他用給預算 給廣告 跟不給執照 在一弄中天被執照拿掉以後 其他很多媒體都嚇得要死 你敢去再得對他們 把你執照也拿掉 所以就變成說 他都會自我限縮 自我去控制他自己的言論 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不合理的 就是說執照的審核 絕對不應該交到政府手裡 寧願 譬如像律師 律師不能政府把律師資格取消 它是有個自律委員會 他們自己來決定 而不是由你政府來決定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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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